你想跟被害人说什么啊 医生黑衣黑裤在法警的借户下 快步走出法院 两旁还有黑衣人左右护法 骚张的帮忙挡镜头 原来这个藏镜人 就是涉嫌吸睛6.5亿的退休刑警 许还瑞 被害人觉得你很过分 你有话想说吗 面对记者追问 他避而不谈 时任戏指分局副队长许还瑞 2016年退休后成立开发公司 以信用代理人的名义 向被害人借款盖房子 强调会以1%的月席红利回馈 高达200名被害人遭到倒账摆烂 法院审理后 判许姓男子14年徒刑 扣除先前已缴过的保释金 得再付300万 没想到的替真是跟他是一伙的 那他也协助他做了一些虚假的登记 那我们根本因为第一次投资这种东西 所以就被一个话术 我们的房子也被拍卖了 我们的我们甚至还被欠了高利贷 许姓嫌犯当初还开了间旅行社 其中一名关键涉案人 就是他的同居女友房小姐 也是当时旅行社总经理 两人关系匪浅 联手诈骗 也遭银行法重判12年徒刑 骗了10千多万 我们等于说我们要工作 一辈子可能都还还不起 这10千多万了 当然判太轻了 因为我们觉得 如果他判个30年 搞不好我们也觉得太轻了 因为200多人 6亿 徐姓嫌犯身为警察 执法犯法 凭借人脉和三寸不烂之舌 到处鼓吹民众投资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就算遭到众判 但对被害人而言 投资出去的钱 永远拿不回来 三级新闻家文贤 陈廷鲁太暴动